大鸟哥 你觉得是男人会忍 还是女人会忍 我们都要看体力 我是说一般脾气上面 脾气上面 那当然是女人 我不是常常说女人最伟大吗 有一天我就在听 我一对母女朋友在聊天 女儿就问妈妈说 妈 为什么你总是在爸爸 不断抱怨 发脾气说 为什么家里一天到晚都是你的包裹 我忍无可忍 在这个时候 你都完全全程安静 然后也不反驳 也不回嘴 妈妈肯定也是隐忍爸爸的那种臭脾气 懒得理他吧 不是 这个妈妈就对女儿说 乖女儿 你爸爸只是在抱怨说家里包裹很多 他都还不知道这些包裹 都是刷他的卡 所以 小不忍则乱大谋 好吗 这就是妈妈的智慧 真智慧 所以观众朋友们 面对另一半各种夸张行为 到底是男人比较很久忍耐 还是女人才是忍耐一流呢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人大人小忍耐一流的 女生代表 嗨 我这边就是能屈能伸 忍耐负重的男生代表 还有一堂忍客人的刘律师 对 大家其实应该都听过 爱的真谛歌词就是 爱是恒久忍耐 悠悠恩赐 爱是不忌妒 独光第一句 爱是恒久忍耐 就这一句 你知道可以引起多大的共鸣吗 对啊 本来爱 你就是要互相容忍嘛 我们都是在一直忍你们 每次你们做什么事 我们自己就在心里 爱是恒久忍耐悠悠 唱一次 我跟你讲 之前新闻就悲悲洋 应该都有看吧 一名女子就将丈夫珍爱的 这个哥吉拉公仔 送给了亲戚小孩 那个阿贵 对啊 结果引起家庭革命 丈夫大发雷霆 甚至忍受不了 就跟他提出离婚 所以一开始要问问大家 男生就是遇到一丁点 小事就暴走吗 一点都不忍得忍让另外一半吗 请举牌 对 就是这样 真的 真的 只准桌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对 四比四 一样就 是证明一件事 男生女生永远不会有公私 对啊 所以永远无法不同 就是这样子 不过暂志把丈夫 珍藏了这公仔送人 确实也是太夸张了 对 这个是真的很难 对 想知道网友 另一半还有哪一些 忍受不了她的这种行为 我们来问一下佑云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路各大社团 合作问卷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而今天将由特派员佑云 为网友们说出心底话哦 好的 那就根据既然开发官方粉丝团 还有网路社团传递幸福总指 分享甜蜜爱情故事 维持幸福婚姻小介绍 我们来做出一个调查 其实这个调查排行榜里面 是有包含说 你一秒暴怒无法忍受的 另外一半的行为有哪些 我们一共整理出了五名 不过首先希望大家一起来 不管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还是我们现场来宾 帮我们来评分一下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有这样的行为 你分别会给他多少的 不高兴指数 一分就代表是比较不在意 五分则是代表 完全没有办法忍受 首先第一点就是 公开说出你的酒态 还觉得无所谓 那第二点就是 酒后的怪状况很多 发酒疯 另外一半还要帮你收拾残局 那请大家帮我们作答一下 请作答 诚实作答 对 诚实一对 我自己会觉得 我大概两三分吧 他出去如果跟别人去分享说 我喝酒醉我老公怎么样 我会觉得 你怎么把这个说出来 因为那种 所以反而一你是五分 一就是公开讲你的糗事什么 对 分数会比较多 那如果二是大嫂 自己在外面喝醉 你觉得OK 自己不行 他也不喝醉就 你不喝醉 那你就在五分 你不喝醉 对 作答完了 请公布 三五 二 四 二 诶 男生真的比较爱面 为什么 我们可以私底下兄弟讲 可是我们很介意 我们的私事被女生的闺蜜 在那边讨论 可是我们女生私底下 就是在讨论说 三大只有五公分 那我可以说吗 你的第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是那个 你对人的时候 你不可以对到一些 我们真的在乎的人 像是我太太有时候爆料 她爆料到我岳母那里去 岳母是一辈子无形 会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你会一直碰面 岳母是有形的 对 对 对 但是时不时碰到 你只要觉得岳母 看你眼神不对劲 那个是真的心里会受伤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人如果开始衰老 腿部的肌肉会开始慢慢萎缩 就是你假如腿部萎缩 到最后你下半身的血液 都会慢慢地越来越多 要冲血量就没那么多 所以我平常在房间里面 我有一个自己的练功法 对 就是那间房间就是不开冷气 然后我自己在里面 因为是自己家里 所以我会穿得比较清凉一点 我就是时不时 薄纱吗 还是 基本上就是不穿 还是要卖冰 对 因为就是在里面 就是都是以一些那种马步 蹲站 下半身的这种 这一类型的这种运动 然后每一次就是我每一次用到一招 翔龙百尾的时候 若琪就是会进来跟我互动 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个 我已经差不多要 她是有装监视器的 没有 她就是在附近 她就是感觉 因为看我进去大概20分钟 怎么样一住清凉 你就开始 我每次差不多30分钟就会出来 有一次岳母来 竟然岳母要去那间房间休息 因为那以前是孝亲房 后来被我变成练功房 就岳母要走进去的时候 她说 妈妈不要 那个是拿在里面练九九神功 讲事实啊 对 我那招不叫九九神功 九九神功那又是另外一个门派 她是要勾重量在那边 那个才是九九神 就发现那一次对谈之后 所以你是勾什么 洋骆驼 我没有勾 我就是纯粹靠那个 心脏的血液去打 这个我等一下再跟你分享 然后后来 对 我就发现那一次就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中南部他们对九九神功 你那个 不要听 我要分享那个 等一下 不要听公司 等一下 我讲真的 就从那一次讲完之后 不只是岳母知道 好像若琪又去某个节目讲完 我又听到我朋友那边说 Sinda 你是不是在练一个 什么九九神功 还是什么东西 就发现从多方面的消息传来 我发现每个人看我的眼神 就变成说 你怎么好像结婚之后 整个人变很奇怪 对啊 就在欢迎一些很硬的 而且又加上你今天上节目 自己亲自证实 对 但是我讲就是 我那一套其实不是九九神功 我那顶多就是持久神功 她这个运动神功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还蛮像 人 是 要人 是不是 是 我跟你懂 就是我们 真正有肩膀的男生 我们开心的时候 不是追求自己开心 是 我们是追求同时 或者是女方开心 对 先让女方开心以后 然后再同时又更开心 你懂 你懂 你也懂嘛 对 现在疫情 是 每个小生前的表情 我在跟你说 不是 因为这种 那我们都不要介入 因为都会剪掉 对 对 我看珞琪来的时候都 都没开眼笑 都没开眼笑 真的 最近也要生小朋友吗 我都跟你讲 真的 但这个完全不是在说你的糗态 他好像在炫耀 对 跟题目还是不太一样 除非说你练成这样 然后没有一口口 对 变名是四 对 你还没到满分 其实就在介于四跟五之间 曾经有交过一个女朋友 那个时候 我现在已经戒烟了 可是我其实烟龄很久 我大概抽了十几年的烟 然后一天要一包那种 可是我爸妈都不知道 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 然后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 是 是 是 因为我就一直等 忍都没有抽烟 因为只要跟爸妈出去 然后我那时候女朋友 也不知道 我爸妈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准备起来 要去上厕所 他就说 你刚来之前不是先抽 有抽了吗 怎么 现在还要再去抽 我当时大傻眼想说完了 我不要看 然后我妈就一脸震惊 说你有抽烟 我就说 我妈因为我 没有啊 我现在要去抽奖 我当时真的反应不过来 我就说 因为我最近在揣摩一个角色 就是需要抽烟的 然后公司给我一个 让我去学 去学什么抽这样子 然后OK 这一关就过了 这个环节结束之后 我们开车要回家了 然后我爸妈也不知道 我身上有刺青 我那个时候女朋友 她就好死不死 她就在车上的时候 又问说 你上次的刺青是不是要去补射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女朋友是要弄你 你一定是很快 我爸妈站在后座 真的 宝贝啊 你有刺青啊 然后 没有啦 就是因为我最近 又在揣摩一个角色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让我眼晓混混 然后我爸妈说 所以你去刺青 说没有 我就是贴了纹身贴纸 然后那个洗不掉 然后因为我回到家之后 我女朋友就以为我真的有刺青 她就误以为我 我就知道去补射什么 就讲半天 然后我爸妈又才相信这件事情 现在是讲抽烟 然后讲刺青 连两怕 那你呢 你忍三还好啊 我三还好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男友在朋友面前 讲我的失事的话 我会当 或是糗事 我会把它当作炒热气氛 可是我觉得喝酒醉 我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应该是 都有女生的罩门 因为从女爹爹是五分 对啊 因为觉得只要喝醉酒 一定会出很多事 真的 以前男朋友喝酒醉 然后我真的花了 二十几万 就是很 所以我真的很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当时这个男朋友 他是只要每次喝醉 他就很喜欢讲说 他当时的遗憾 就比如说因为他以前 其实很想念美术系 可是因为其实念美术班 要很花钱 所以他爸妈不支持他念美术班 所以他那时候就一直觉得 其实我是可以画画的 可是因为当时我家里面没有钱 没办法栽培我 其实我说我画一些插画都很好看 所以他喝醉的时候 就很爱讲这件事 那他以后也变成插画家了 也没有 对 但是后来有一次 就是我有个朋友 就是他的朋友 开了一家就是lunch bar 要我们就是去捧个场这样 然后那一天就是 我们就也都喝得很开心 然后那个当时的男朋友 也就是喝开了 又开始在讲这件事 但我也就没管他 那一天的凌晨 就是早上的时候 我就接到我朋友的电话 我想说怎么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朋友是还待在那边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椅子发生什么事吗 椅子 对 说什么椅子 他说 你哪有在我朋友的店里 把那个古董沙发 那个椅子 他画满插画 没有人看到 重点来了 为什么画了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其实还算少 小钱 因为他还画到我朋友的 爱马仕的包包 好可爱喔 他画到康康包 对 而且是很难买的颜色 天啊 对 然后 他把自己当艺术家 他懂挑 他自己就是光那个沙发 他就已经拿了四十几了 跟包包一半的钱 就花了四十几 然后我再拿二十几 那你什么事 你干嘛拿二十几 后来我就觉得全部 那时候觉得全部让他付 我很省不得 你又没画到 对 我没有画到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买到 爱马仕的包包 对啊 草莓姐姐也是三跟五 老公应该在大家面前说我 画是因为觉得好笑 就是他都会觉得说 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炒热气氛那样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 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 然后可是其实他知道 我的英文跟中文都超烂 然后他就说 中文也超烂 他就是告诉我朋友 大家面前 他就说 我跟你说 草莓他就说他有一天在玩 我给他玩那个手机游戏 然后上面就是 全部都是英文的 然后他叫我要照着上面念 因为英文上面就写说 Sail the words three times 然后我就这样子拿手机出来 然后说 然后我就这样看 我老公说 什么东西啊 你在做什么 然后就一看 是B-U-F-F-L F-F-A-L-O 他说B-U-F-A-L-O 是B-U-F-A-L-O 水牛的意思 他说这么简单的英文 你也不会 然后我就说 没有 我只是一失足而已 一时失足而已 然后就像那天 他也说我中文也很差 我就说没有 其实我中文很好 我只是不小心搞错意思 因为那天我们就讲说 有一个人 他就是他的那个事业 就是不小心就是 到了他的这个低谷的地方 然后我就说 因为这个人就现在沉鱼落雁了 他就说沉鱼落雁 沉鱼落雁 沉鱼落雁 我就说对啊 沉鱼落雁就这样真的不好 他说什么沉鱼落雁 沉鱼落雁是你漂亮的 鱼看到你都吓到 我说怎么可能 沉鱼落雁就是形容 人到低谷很可怜这样的 为什么 他就说你真的是 英文不好的事 中文也不好 你可以尽量不要再跟孩子们互动 好 草莓姐姐 像他们这些职业的 对 比较怕的是说人家可能在外面 我举例 比如说他乱讲 那老公可能乱讲 我跟你讲 草莓在家 都在吃彼此 我跟你讲 就这一种的 真的 或是草莓在家 我跟你讲 就是跟他的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小孩子 你应该会抓狂吧 小孩子会学习 吃彼此 这个 我会好好地跟他讨论 就是请你不要在外面 再胡乱 毁坏我的形象了 不会说我哪有 哪有 有 刘医师我想问一下 就算是另外一半 轻易地爆料另外一半的东西 这有牵扯到什么 爆料室长 所以我们一般想象说 我们是不是讲别人的坏话 讲别人的不是 或讲假的内容 然后才会构成可能毁谤 等等这些处罢 但如果说其实讲内容是真实的 可是这些内容真的是别人的隐私 公开来还是会涉及毁谤 就算讲的是真实